现在在局怎么破 整个球鞋行业两大门神 一个李宁啊 风生水起 那个产品啊 出一款包一款 事实就是 你越骂他越火 而且就产品力这一点而言 我跟业内很多人也聊过 很多设计师对李宁的产品也是束大拇指的 确实棒 价格卖老高了 照样抢 另一个门神 安他 人家就是以量为主 什么科技不科技 无所谓 全国几千家门店 随随便便卖卖都是你一年的收入 现在更学会了玩配色 看看市场上什么配色好卖 人家生产能力摆在那就是厉害 瞬间就可以按配色给你搞出新花样来 那分分钟割的韭菜不要不要的 一个走高端 一个全市场通吃 就问这个局你怎么破 突破口到底在哪 OK 今天通透系列 我们就来看一看匹克 有可能采用什么样的方法 去突围这两大门神 002T36已经讲完了 匹克已经是第四级了 干货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的 所以还希望大家能够先三连再观看 否则会忘记点赞 这对UP组真的非常重要 高竹通透走一波 多谢 多谢 如果一直关注匹克的朋友 多少应该猜出来了 匹克未来一定是走粉丝经济这条路 就跟小米一样 匹克默默已经做了啊 五年多时间了 所以这就是匹克之所以现在在核心战场里 一点不需李宁安踏的核心立足之本 不说靠这个能赢天下 但至少为自己赢得了非常非常多的 宝贵的可以发展的世界 未来以粉丝经济为突破 开放 做生态 具体怎么做呢 我把它分为三个核心点 之前匹克啊 跟粉丝之间的互动 我愿意称之为粉丝1.0时代 属于培养感情的一个阶段 什么叫培养感情 就是啊 撒不垃圾的付出了很多 但并没有什么回报 一顿白嫖 甚至呢 有的时候还会被粉丝坑 怎么坑啊 要求特别多 你的鞋应该这个应该那个 匹克该答应你的啊 该做到全做完了 做完之后呢 粉丝不买账 年轻吧 淘气 哄着 但接下来 我愿意称之为粉丝2.0时代 咱出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这老汉也挺真心的 你也看得出来 咱是不是应该谈一谈 柴米油盐厂 过日子 讨生活的问题 别再这么顽皮 做一些现实的问题 长久的问题 未来也许还有粉丝3.0时代 那个就比较遥远 不深谈 我猜大概率啊 是共赢和发展的一个方向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 即将要来临的啊 粉丝2.0时代 其实匹克去年12月的时候 已经公布了这个消息 但当时说的呢 比较笼统 羞缥缈 看上去像个噱头一样 但现在就有观察啊 以及一些小到非正式的啊 不靠谱 有可能在第三季度末 和第四季度 要正式的去实施这个计划了 年初的时候 做了一个视频 是预测各大厂 2021会出现的大事件 其中匹克呢 我预测的是将有一个核武器级别的产品亮相 但是万万没想到 它不是一个产品 也不是一个科技 而是一个计划 Big Plan 以下都是猜测 看一下预言能否成真 怎么玩呢 这计划是什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 Z哥的Z1 Z哥的Z1 刚公布的时候 铺天盖地的 在讲这个产品好不好 他是不是收割粉丝 人怎么样 但其实在我个人看来 Z哥又是去干了一件 汤露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 Z哥付出最大的一个贡献 而不是什么这个产品 还是割不割韭菜 我觉得那都格局小了 真的 我个人分析 Z哥最后还是要跟品牌合作 以一个个人IP 打造出一个品牌 最后成为一个厂的话 我觉得非常的难 无论你有没有资本去推动 都是很难的 因为这东西需要一个经验 以及长时间的积累 这些上游供应链如何把控 材料价格成本如何降低 这都是问题 人家打开门做生意的 不会给你一个个人这种 开出很优惠的条件 所以现实我们也看到了 中间其实出了很多问题 档期对不上 一拖再拖 这都是背后产生了很多原因 接下来对于匹克来讲 这种事 如果由一个企业去做 无论是从供应链上的把控 还是材料的价格成本 都一定会比你一个个人IP 要稳妥的多 所以大概率的 接下来粉丝2.0时代 匹克会开放整个生态系统 让懂球鞋 对球鞋有爱的博主参与进来 设计球鞋 让大家真正的可以买到 自己幻想中的那双球鞋 幻想一下是不是很刺激 big plan 所以畅想一下 也许在未来不久 你们可以看到 design 背高主 made in 匹克 不是不可能 但要注意啊 讲到这就会牵扯出 第二个核心问题 既然要做生态 要有科技 这科技可不是简单的 什么太极啊 蓬佩啊 这种科技 这只是其中一个点 打个比方你们就明白了 就好比淘宝阿里巴巴提供个平台 然后他什么都不管了吗 里边要有日益更新的各种插件 运营天天都要搞活动 浏览量实大实小 存储的提供 怎么应付得了这种变换莫测 如何把对的产品正确的推给需要的人 等等等等等等 这都是到时候 匹克你需要提供的 再打个简单的比方 小米的手机 米优是个系统 做球鞋的这些人 上去之后变成了一个开发者 而他的粉丝 就是这个APP里面的用户 开发者需要做的就是运维这个APP 如何服务好里面的用户 而平台是需要提供其他所有技术服务 最简单的人话表达 做菜嘛 料要够 巧妇难做乌米之催 一旦这个2.0啊 真的实现了 到时候这个想象力 可能就像潘多拉磨合一样 一旦打开是 是空都空不了 需求将是极大的 非常多样化 多元化 球鞋这个东西啊 咱就拿球鞋板块来说 为什么互相撕逼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 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因为牵人牵脚 每个人都觉得 只有适合自己那双 才是最牛逼 其他都垃圾 所以每一个designer 就代表了一种类型的鞋子 到时候会有各式各样的鞋子 你料不足 如何满足这些多元化 路绝对是对的啊 这不是我瞎说的 是有数据统计的 但是我忘了是从哪里看来的 你们可以去搜一下 就说现在这时代人群 他们可以加价去购买一双 一家很严重 但是他很喜欢的球鞋 他也可以排队八小时 就为了去喝一杯奶茶 但是最后 他也可以在淘宝上 为了买一条内裤 跟客服差点吵起来 就为了那两块钱优惠券 他们是同一批人 个性化 定制化 多样化 多元化 未来一定是这个样子 然后畅想一下啊 到时候组歌很有可能 就是代表了自己那种打法 干拔突破爆扣型 现在没有突破爆扣 虽然不能爆扣 但是理解这部分人群 但你像那种 比如说原地转头罗 还有打中风 我肯定不是最专业的 到时候细分领域就出来了 什么样的人 可以设计什么样的球形 一旦这种模式成功 后面就会有各种搅局者参与进来 带着资本的冲进来 瞬间把我们干死 比如说像腾讯那样的 直接跳出场内 描杀所有人 然后把市场搞得乌烟瘴气 这种令人心碎的场面 可不可以避免呢 可以等一下说啊 刚才畅想了那么多乌托邦式的幻想 落地想想现实的问题 很难的一个点 上游的这些供应链 你怎么去控 怎么去合作 做一双鞋 鞋身上任何一个部件 可能都要设计一条产业链 至少是一个厂 一个企业 开厂干嘛 都是打开门做生意的 做生意啊 最喜欢两种人 一种是财大气粗的 我厂里定价比较高的啊 利润率比较高的产品 就希望有大客户 能常年稳定的来购买 对他们来说 有没有这样财大气粗呢 有啊 李宁啊 走到哪 这个 这个 别跟我说钱 好不好 好 要了 李宁 还有呢 自己走量的货啊 什么低端的 中端的 那些材料 都希望 常年稳定的 有人能包园 供不应求 我做多少你都要 有没有 赚钱如流水 不屑于其他任何虚名的 安踏 你想控供应链 你控得过他们 所以这个时候方向在哪里 看一下自身的优势在哪里 方向 刚才我们已经说完了 你的优势是真实存在的 粉丝运营这条路 在N多年前 在匹克刚开始走的时候 李宁和安踏也都走过 但是因为在短期之内 看不到任何利益 就放弃了 就没有继续去做这件事 当然啊 这不怨某一个人 这是整个公司策略方向的一个问题 只不过 匹克是把它看成很重要东西 公司未来发展方向的东西 坚持了五年多时间 如今已经是立身之本了 这种东西 不是说短时间内 你靠钱能砸出来的东西 钱只能买到人体的链接 你买不了我的心 一老汉 长年推车搬砖 一天就赚十块钱 全给我花了 一养养我五年啊 啊 这还打动不了你 还是人嘛 一个富二代 顽固子弟 就缠我的身子 明明身价有一个亿 但一天就给我两块钱花 你买得了我的心吗 对不对 这就是最大的 别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 追上来的优势 所以我连怎么去跟这些 上游供应商谈都想好 虚实都要有 首先要画饼 这里要说一下啊 很多人把饼这个东西 看作成饼一词 饼就是饼 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 任何逻辑都是通的 至于事情能不能办成 它需要人的投入 以及一点点运气 饼它是真的 无非是你画这张饼的时候 能不能有香味 吸引到别人 讲清楚自己的优势 把刚才我们幻想的那个方向 讲明白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十 我不需要你付出任何的风险 跟我走这条艰难的路 我会把所有的真金白人 提前预制给你 我需要的就是你踏踏实实的 跟我一起去完成 这个伟大的梦想 而且起步开端 我不需要太多投入 我只需要你稳定就可以了 路有的 一旦走成 简直就是掌握了未来的钥匙 你有没有任何风险 还有钱赚 你给我一个拒绝我的理由好吗 求你给我一个 当然这一切的可行性 还有更大的一个可确定性 就是那两位门神 一个 还有谁 一个 在座都是垃圾 根本不屑于你这种玩法 也许去掌握链啊 都没有我想的这么复杂 都有可能 等事情真的做成了 再想追 也许也就来不及了 很多东西呢 说得很通透 但真正啊 实际操作起来 一定是千难万难 现成的例子都有 看小米一路走得多艰难 9981难 但如今小米依然是挺过来的 而且靠的并不是手机 而是智能家具 你敢想 所以匹克一旦路走通 未来会不会有 匹克新能源汽车啊 之前上次那个弹幕 我看还有什么 匹克降香茅台 匹克烦白酒 不是不可能 对不对 OK最后呢 来分析一下 之前提到的那个问题 就是如果有搅局者 来作烂市场 你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也比较简单 不管外面怎么变 要抓住自己的根 自己的主线 绝对不能丢掉 起家的时候 你是来自于人民的 未来你必须要反馈给人民 你不能做大了 做强了 就把人民给丢掉了 人民成了工具 很多人啊 还有事 走了下坡路 还有消失 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既然要走小米的路 就像雷军在上市之前说的 必须遵守之前的约定 所有硬件 利润不得高于5% 如果高于5% 全部回馈给用户 他跟股东是这样解释的 你到底是想赚眼前的这些小利呢 还是跟我一起去赢得未来 做一家 让人值得尊重 永不被历史忘记得起 所以我觉得呢 到时候不管外面怎么变 你只要抓住自己的核心 我相信一定会成为一家可持性的伟大的公司 其实做了这么久了 我觉得做up 还有做生意 还有现在呢 我很喜欢去观察一些东西 包括商场的事 很多东西啊 底层逻辑真的是一模一样 兴趣就是兴趣 任何的兴趣 你只要和资本参合到一起啊 就是生意了 只不过他从兴趣转化到生意 这个时间长短的问题 最终肯定是生意 祖哥做视频啊 从下月开始就是两年时间了 中间啊 经历过很多次 就是一到要突破瓶颈的时候 总觉得上不去 我说实话 为什么 像和同学那种纯靠内容 把顶上去的 这点少之又少 主要是没有推手 我从八万份开始的时候 很多资本已经找过我了 包括现在也一直有人找我 因为我本身就在这个互联网行业 很多周围的朋友 他也是做这行 都被我拒绝了 我纠结过 但是我也有问过自己 你到底想干啥 我本身是有生意的 最开始做视频 真的是兴趣 和想达到一点点成就感 那现在有人拿钱来砸你 你又开始动心了 要把它变成生意吗 我现实中做生意 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 每次录视频 说实在的是一种宣泄 很舒服开心的状态 如果把它变成生意 我图什么呢 现在这种晃晃悠悠 打打球 偶尔反尔赛一下 时不时看到 极其好想掐的饭 掐两口 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 我觉得很开心啊 这样 想想我曾经就是不愿意 看别人脸色 才从阿里离职 做频道资本介入了 多多少少 我还是要看别人脸色 祖哥最讨厌看别人脸色 很多饭我不恰的原因 就是因为 还要把视频给他审 我凭什么给你审 我知道行规都是要审 但是我接受不了 除非我非常想吃的饭 讲多了啊 OKOK 预告一下 下期通透系列 业内啊 有不止一个人 我听到的声音啊 球鞋 从业者 认为李宁呢 就像天堂一样 也有人把三绿一 形容成黄埔军校 很多人呢 可能入职门槟低吧 进去之后 你可以得到锻炼的机会 然后有了一些资历之后呢 可以再向发展中的企业 去施展自己的才华 但如果最后有了很好的机会呢 还是愿意往 球鞋界的天堂 李宁去 听上去怎么感觉 像一个球员啊 最终都想去打NBA一样 那种感觉 所以下一期 我们就来聊一聊 李宁这个球鞋 从业者的天堂 是怎么来的 这个天堂 会幻灭吗 什么时候 幻灭 OK 以上就是通透系列 第四集的全部内容 觉得还不错的 请三连支持一下 在屏幕上帮我评个分 0到10分 你认为本期视频值多少分 没给10分呢 请给出一个评分的理由 帮助我改进视频的制作 多谢 多谢 专业的东西不会说 踏踏实实 讲讲货 感谢收看高足讲货 感谢观看